您做评委这标准是什么呀 你必须要确保一个动听悦耳的声音 唱得好肯定是第一的 因为嗓子好是爹妈给的 这当着你说你别怪我 我很欣赏得形象好的 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形象 比如说你要你们俩要去比赛 我们是能看的 我把谦歌就得上去了 你就得候选去了 你得在后边候着 尊重老人 所以我觉得形象要好 唱得要好 因为我觉得那个舞台 一个乐流行的一个歌手 他身上要有着对音乐的尊重 对舞台的尊重 你真得是吃这碗饭的人 选手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 再拼是不是拼什么背景了 身份了 背后的故事 甚至包括您说的 母样长相身高个头 对 但现在我发觉拼的是眼泪 拼的是故事 拼的是谁更能够让观众有那种怜悯之心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 善良 软 心态软 一说什么就掉大战了 一说什么眼泪就哗哗的了 同情弱者 我姑姑看这期节目 天天哭 我说你别落下病根 我姑姑你别相信 我说我圈里人 我说我都知道 那种情节安排好 不对 这还太可怜了 你听他唱多好 他怎么都死 好多那种中年妇女 这我姑姑 真信 他真信 老百姓很善良 哎呦 我就觉得太要命了 坑人的 这不就是骗人吗 然后要没选上呢 讲了那么悲惨的故事 他也没选上 不得了了 我姑姑 打电话 把他孩子几个手机 发信息 得把他救回来 他不行 太可怜 这孩子 我说你听他唱的怎么样 多可怜 他想什么唱 他就范儿就跑了